好 那自称剛剛講到 中國事實上三大巨頭 高喊著國門會越來越開放的同時 確實中國的解封過程當中 現在疫情還在爆炸 是沒有錯 雖然這個中國官方大概把夾彎 從12月1號跟你講說 這個目前是疫情最嚴峻的局勢 結果到12月5號 12月7號新失調出來之後 現在告訴你新冠不可怕 Omicron這樣跟流感一樣 可是到底可不可怕 這個狀況問民眾最知道 目前看起來其實在北京 就有傳出說這種所謂的新冠的狀況 有1傳22的這種疫情的狀況出現 然後各式各樣混亂的疫情 各式各樣的這種狀況不斷的出現 譬如說數字上面出現很詭異的狀況 明明這個人流大概不斷的出來 可是北京的數字 卻從12月5號的時候 大概5000人左右 降到今天是上500人 可是你相信嗎 結果大家其實都不相信 大家都認為實際的數字 恐怕比這個10倍多不準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疫苗不足 醫療量不足的情況之下 民眾開始出現瘋狂的各種現象 什麼現象 第一個在醫院的現象 就拿北京來說 北京其實就在大街上面 空蕩蕩的 人都拿去人都到醫院去 在12月9號那天的統計 北京的這個急診啊 就接了3萬通的電話 一個一天之內接了3萬通 有一個人打了120通的電話 全部都擠到急診 全部都擠到醫院 現在大排長龍的狀況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他有症狀 因為他現在已經不相信中國說 你跟我說Omicron不可怕 然後又不去做核酸 那大家其實怎麼樣 有一點點這種全部跑到醫院 因為沒有藥 那沒有藥醫院結果就怎麼樣 只好大幅的搶藥 搶藥的是亂象出現什麼 第一個當然是想退燒藥 那搶退燒藥搶過一空之後 大家也擔心 那我得到疫情怎麼辦 所以北京 中國有一種藥叫做 蓮花清溫膠囊 那個膠囊其實也是像我們 清冠一號那樣子 他本來一盒賣10塊人民幣 現在被烘抬到一盒80塊 整整8倍的情況 繼續烘抬還是搶不到 那如果是南方的怎麼辦 南方的這個 中國南方的民眾到時候 到搶辦法透過香港的朋友 去買一大堆這種所謂的 像退燒止痛藥的東西 搞到香港現在 整個香港的藥局的退燒止痛藥 也被搶購一空 而且甚至限購說一人只能買5盒 因為全部都沒有 這些畫面都是類似這樣的狀況出現 可以看到整個中國因為解封的狀況出 產生各式各樣的一些亂象 而這些亂象最好玩的是 如果你要也買不到 然後這個疫苗也打不到 怎麼辦呢 現在情況是 那只好尋求土法煉鋼 現在連所謂在北方 因為他們長期有一種 這個小時候吃所謂黃桃罐頭 就是黃色的那個桃子那種罐頭 因為那種甜甜的熱熱的 可以感覺上可以很舒服 讓喉嚨不會痛 所以連黃桃罐頭都斷貨 為什麼斷貨 因為家長買不到藥 又怕發燒 只好買這個黃桃罐頭給小孩子吃 透過這種安慰劑的方式 希望能夠緩解自己對疫情的恐懼 所以你看到說整個狀況來看 這個疫情看起來解封的情況 可是民眾的恐慌 並沒有隨著疫情解封而結束 反而是越發的混亂 而這個混亂恐怕隨著這個中國 他已經殺手不管的解封狀況 恐怕會持續的爆發下去 而且這個疫情是不是會隨著解封 而更加爆發呢 其實我們覺得很嚴重 因為據中國衛健委自己的官員 跟他們朋友之間透露說 接下來兩個禮拜 恐怕會有染疫150萬 結果這個網路的朋友就問他說 那150萬是指中國 全中國北京不是 是指北京的朝陽區 由此可見 未來中國疫情的嚴峻挑戰 恐怕只會越來越嚴重 好 我們稍後回來